我們來看一下 我先問一下好了 請問您有沒有都有那個Gmail信箱 這是大概跟我們以前一樣吧 我們以前是雅虎人手一個嘛 雅虎的那個信箱人手一個 現在的話幾乎是Gmail大家人手一個 因為你的NZO系統 行動當時買了它就會幫你設一個 就算你沒有在那裡也是有啊 好 那我先問看看 其實我們用這個Google信箱 現在Google信箱它有一些優點 第一個 你要搜尋的話事實上還蠻方便的 因為Google最厲害就是搜尋影片 所以它的搜尋不只包括什麼 你的主持啊還有內容 包括你的附件也會幫你找 附件也會幫你找 所以這是它的第一個比較不錯的 第二個其實我上面沒有寫 實際上我們問一下 您開門 打開電腦第一件是你搜尋的時候 第一件事你會做的是什麼事情 先把垃圾清晰起碼 開門就要先把垃圾掃一掃 有沒有常常收到垃圾郵件 會不會 對 我不知道縣府的信箱收到垃圾郵件的 那個頻率是多還是少 但是一般像這個Gmail來講的話 我平常大概一個禮拜可能收到一封左右 到兩封 應該會少很多 那如果你是一般像這個 Hymel的 洋務雖然也是不錯 也是後來有加強 但是畢竟它的垃圾性還是有一定的量 如果是Hymel 我通常都犧牲 只有垃圾沒有氣 因為Hymel的垃圾性 稍微比較多一點 其實它還是有努力在過濾 但是畢竟就是整個的過濾機之上 Gmail還是相對比較優秀 所以其實我們在禮拜三 上禮拜三的時候 是有做比較多的 也就是說 其實我常常 我的Gmail信箱 會變成我一個入口網站 就好像你會用搜尋 用Google商 可能用Google 或者是Yahoo 當中你的首頁一樣 你先進來一次 就我所有事情都看了 對不對 那我也會用我的Gmail信箱 去代收其他的信箱 比如說包括我們 縣府的啊 或者是你其他的 只要你做好一些標籤分類 你就會很清楚知道 志工信是來自哪裡 那你就不用開門七件事 檢查縣府信箱 檢查哪一個信箱 常常有 你們應該不可能 每個人只有一個信箱吧 有沒有 大家都有很多個 那你每天都要去掛註 這個信箱有一個新的信 那個信箱有沒有 你是不是要花很多時間 一個一個去檢查 所以我通常都會利用它 來做這個過濾 好 那當然這個我們今天不會提到 如果你有興趣的 你可以看看我們上禮拜的那個 那個 錄影的影片喔 那我要講的是 你在這邊 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在Gmail這邊 它有一個叫繪畫群體 不是廢話 是繪畫 平常我相信大家都有 郵件廣台的經驗 那標準的話 都是你寄給我一封 回來 是不是又是另外一封 可是回信的過程 不是只有兩個 你們兩個人之間 可能中間會有其他人 信件的來往 那這個時候 有可能你要找一下 他上一封講什麼事情 或者上上封 講什麼事情 你是不是要去慢慢找 好 這個時候其實Gmail的繪畫群組 就可以浮顯出 它的一個提升工作效率了 那我這邊呢 稍微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 好 我進到Gmail 好 您進來之後呢 比如說你看到這個 有沒有發現它後面有個2 對不對 好 這裡有個2 代表說什麼 這個網 方法各一次 包括寄出去跟回覆 所以你點進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 當初他 寫這封進來 然後呢 這個他寫了兩封 他寫了兩封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封 這裡是第二封 如果你想要看第一封 他寫的是什麼內容 直接點開 有沒有就看到內容了 這個是Gmail 就是他使用上介面 跟我們一般路 比如說各位習慣的Outlook 也會死啦 Outlook 或者是憲補的惠分mail 那感覺是不一樣的 他是把 紅一個主指的 網板當作是一封信 好 那他就直接在後面 直接秀給各位看 這樣子 這樣子清楚了嗎 我們看這個是因為 郵件比較少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沒有太多感覺 那等一下我給你看一下我們的 但是那個活路 我先停一下 好我們剛剛跟各位提到的就是這個叫 廢話清楚 這樣比較清楚了對不對 好再來還有一個 剩兩分鐘喔 把這個講完 這個標籤 什麼叫標籤 這個標籤的話 如果你今天可能會有一些工作上的分類也好 比如不同的人交代的事情 你想把分本別類一下 或者是不同部門之間 那你要標示一下 還是說從不同的信箱進來的 我們把它照分類 這個 我們從這裡來看 你會比較清楚一點 在這裡 好 你看好 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上面有一個這個 這個叫標籤 標籤 好如果說你的是信將近 在一起的 那我可以 比如說針對這個 好 這是跟我工作有關的 我就把它勾起來 就把它勾起來 好那 你也可以 比如說這是一個 好我們來看看有什麼不一樣 你看叫我們這裡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 不一樣 標籤 有沒有多一個標籤 這樣在你的 裡面看是不是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有一個你要會的 標籤會了之後 要會改顏色 不要每次都要紅色的 紅色的 表示很緊急的嗎 好 你看到紅色會緊張 所以說 你要會改 你從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我們標籤出現在這邊 好 你可以點到這個 色塊滑過去 這個我要做比較細一點 看一下 滑過來 有沒有出現一鍵喔 按一下 有沒有可以選擇不同顏色 所以我們今天 暖和一點的 你可以比如說你要藍色的 好 這裡呢 我就收回來 有沒有變成藍色的 對不對 那萬一這個標籤沒有你要怎麼辦 你要選到 你可以一次好幾封一起做 或者是一次一封都沒關係 一定有點的這個才會出現 如果你都沒有點 有沒有發現看不到上面那個 這個地方 比如說點起來 好 看到 萬一你的標籤名稱不在這上面怎麼辦 比如說 我就沒有我要的啊 比如說這是哪一個科試的啊 你就直接 把它打進去你要的名稱就好了 沒有的就直接這邊打進去就可以了 好 那它就會變成你的 所以 也許有一波 好 比如說這個是人力科 好 這是這邊的 那我把 我就把它加進去了 建立 所以你會發現我這邊多了一個 只是它預設那個標籤 可能各位這樣看有沒有發現都會會的 對不對 所以我就幫它改一個顏色 這邊會同步出現喔 幫它改一個顏色 這樣子就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萬一這兩個也是隸屬於工作的 你就繼續把它勾起來 因為 紅一封信件可以 可以有 可以有不同的標籤 所以你以後要找的時候很簡單 我要找工作的 我就點一下工作 有沒有只有工作的會顯示出啊 我要找人力科的 只有人力科會出現 別的就不會感到他們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好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全部收件夾置 所有的東西都會出現 那麼你透過標籤的分類 其實有時候我們 郵件在做分門名類就快很多 好 當然還有一個小技巧 你也可以用的就是這個信號 這個 比較重要的你就打個信心嘛 對不對 有沒有簡單 不要就打一下 這樣也可以 這代表比較重要 只是要聞一下 信心我 我現在是 剛剛是自動判斷比較多 我現在比較少用信心 因為信心久了 你會怎樣 滿天氣嘛 你的郵件裡面每個都是信心 但有信心就沒信心 意思是一樣的 只有廢廢而已 好啦 那我們時間差了超過一點點 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我們大概有15分再進去 找來 你 那 我現在 你